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这部影片来聊长鲁与少年个人的心得与解析 为什么电影很难懂,其实看不懂也没有关系 首先这部电影真的很有趣,不同艺术品 每个人看完的感想大多都不同 绝对没有谁对谁错,更没有标准答案 在上映前的一个月,我就有制作过 宫崎骏制作这部电影的幕后故事 建议大家可以看看,绝对会对长鲁与少年有更多的理解 首先就来说最重要的部分 即使看不懂电影也没关系 即使我已经制作过长鲁与少年的幕后影片 算是相当了解电影幕后一主轴 却还是在戏院有不少的迷惘与困惑 说实话我完全能理解看得懂与看不懂的观众 在网路上有不少评论两边互相攻击 我想这也不是导演宫崎骏想看到的结果 或许有人看完有共鸣有感动 不过没有任何体会的观众也不用觉得有压力 看电影是娱乐享受与沉浸于故事 不需要做足功课充满压力 更不是一场对宫崎骏熟悉度的测验 大家还记得吉普利工作室 最初在日本是完全不做任何宣传 唯一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想让观众单纯好好享受故事 就算是看完这一个感想 哇啦哇啦很可爱也很好 其实现在影片或文章都有各种大神的解读 比如说仓路等于说谎 下界可能是地狱等等说法 我本来也是想做这样类型的影片 但最终认为在宫崎骏初解说书籍之前 这都会是每一个人的蓝色窗帘 这样解读的主题好像就会引导观众 甚至会担心曲解电影本身的故事 所以最终把原本解析内容删掉完全重做 比起脑洞大开在解读 我更想用人物的动作为成长 让大家更了解《仓路与少年》这部电影 宫崎骏在制作电影这数十年的人生中 始终如意用自己的方式说故事 不过直到现在许多事都在改变 例如观众的口味以及电影的产业 在超多特效刺激感官的剧场版中 动画大师坚持用最传统的手绘方式 即使他的电影从主流渐渐变成经典 是名玩不灵又或是绝不妥协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他还是那一个热爱动画的大师 我想宫崎骏的电影之所以会比较难理解 是因为现在主流剧场版动画 搞笑乐写与感动给观众满满丰富的情绪 而苍鲁与少年却是宫崎骏 用一贯说故事的风格 很少有人物的独白表达情绪 更几乎没有旁白解释目前的剧情 只透过人物的细微表情与动作 叙述现在角色的感觉情绪 虽然隐晦却也造就我们像隔着一面窗 与人物们一同经历最真实的冒险 当然不免熟还是来快速聊一下 启发宫崎骏说社部电影的主要原因 苍鲁与少年在日本的原名是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源自吉野元三郎的同名文学书籍 宫崎骏在少年时读到这本书 深受感动与了解价值观对一个人的影响 于是就原创出《苍鲁与少年》 想作为礼物留给正直青春期的孙子 另外比起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本书 其实更多传闻电影的原型是 《事物之书》以及宫崎骏的童年 这三者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点 都一样发生于二战时期 而《事物之书》 在叙述一位青少年 母亲过世 父亲再婚 饱受战争摧残 最终搬到异地 在心灵最敏感的时期 进入奇幻世界 充满挫折与成长 在几乎与电影中 真人的故事一模一样 而属于宫崎骏的部分 就是自己与真人的父亲 都经营着战机零件工厂 并且住在慕少的大豪宅 奢侍地开着汽车 而最重要的就是父亲 在第一任妻子过世不久后 立刻就娶了第二任老婆 这也让宫崎骏与真人 都相当不解甚至排斥 所以这也让人认为 《苍鹿于少年》 算是导演的半自传 接着就来深入解析 人物的目的与行为 会更简单帮助大家 了解整个故事的脉络 首先电影在开头 就立刻点破足轴 就是主角真人的母亲 死于大火 在战火照亮黑夜时 不断穿插扭曲画面 呈现真人的世界即将崩塌 再加上那充满压抑 紧张的背景音乐 是我认为最震撼 充满突破性的片段之一 事发两三年后 真人与父亲搬离东京 来到了母亲的老家 这里电影刻意不先告诉观众 只透过台词让观众发现 其实父亲早就已经取 母亲的妹妹夏子 为第二任妻子 这个难以接受 如同背叛的感觉 年仅十岁左右的真人 表面依旧彬彬有礼 却乖到让人觉得可怕 不太像这个年龄该有的反应 说实话 当时社会的价值观也很难接受 宫崎俊的父亲也曾因为妻子过世 相隔一年立刻再娶 这薄情又不避讳的行为 让外人与宫崎俊都无法理解 电影中不是用大哭 又或是内心独白呈现真人的心境 相反的 我们就像在看纪录片 看着真人无法融入于现在的生活 他从未真正效果 不想与任何人建立关系 在宅地内有许多管家与仆人 吃饭时他不交流 更没添任何麻烦 即使是继母下子 温柔体贴对待 他却只用敬语 简单冷漠的回答 父亲忙于工作 想给真人最好的一切 大转战争才 总是异常的开朗 却没有真正了解真人的内心 现在的他无法适应周遭 在心中产生强烈的叛逆 当然环境也排斥着真人 贫富差距导致霸凌 在回家的路上 真人用石头砸破脑袋 这或许是不想上课 也可能是为了引起父亲注意 在探索价值观敏感的时期 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原因 在许多地方也透露出真人的恶意 即使继母下子 怀孕产生不适 真人被许多管家劝说去探望 最终去看 也只是毫无感情说出 早日康复之类的词语 离开时偷桌上的香烟 反而还比较真诚 不久之后 真人看见怀孕的继母 走入危险的草丛却视而不见 甚至在神秘塔中 旁边的物子说要救继母 真人却无视 只问自己的母亲 是不是真的还活着 就当真人进入奇幻的下界 充满着下一幕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期待感 更像是结合了 宫崎骏过去所有电影的魅力 有灵魂 异兽 陨石 魔法等等 潜仓着各种吃人的生物 让世界观更加魔幻刺激 接着当然要来聊 海报上的主角苍鹿 其实在电影中很难理解这个角色的动机 最初简直是 说谎连篇诱拐儿童的妖怪 之后却大逆转 成为真人的朋友 明明可以做得很帅气 或是可爱的讨喜人物 宫崎骏翔翩逆向操作 化成又丑又图 大九槽鼻的老头 为了遵从塔主的命令 却欺骗真人说 他的母亲还活着 甚至还做了一个假的 各种充满恶意的谎言与行为 实际上 苍鹿心地却无比善良 在真人跌落下坠时伸手拉住 差点被鹦鹉腰怪吃下 也是他挥动武器 无疑是最舍命保护真人的角色 我认为苍鹿很有你想活出 怎样人生书中提到的 看中一个人的内在品德 而非外表 不难发现其实在下界中 不存在反派 醍醐吃相真灵魂可爱的哇啦哇啦 鹦鹉看到人就想吃 在真人与重伤将死的醍醐对话中 这一段是他很重要成长的时刻 醍醐残酷吞食灵魂的恶行 也都只是被困在岛上 无法飞翔的狗活 看似反派 却是逼不得已 只是为了生存 真人起初原本拿着武器 想要杀了醍醐 最后转身拿出颤子 敬重地将醍醐埋葬 这或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画面 却是真人开始懂得替他人着想的成长 替不能杀生的居民们 鲨鱼弄脏双手 每段故事都是在讲述 生命的消失与传承 让真人渐渐学习如何活着 以及面对死亡 而这个在下界最重要的人物 活美 这个女孩其实就是真人的母亲 曾经她在神秘塔内 失踪一年 最终回到现实 样貌却没变 如同只过一天 在真人陷入生死关头 活美总会现身拯救 其实宫崎俊对母亲有着许多遗憾 所以每一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 总是勇敢坚强 活美在许多场景 都牵着真人的手前进 而真人也察觉两人年龄差不多 而活美更加成熟 懂得保护他人 这一刻也是自从母亲过世三年之后 母子两人最接近的时刻 简单涂满果酱的吐司 让真人回忆涌现流下眼泪 在下界即将崩塌时 活美即使知道 回到属于自己的时间 将会按照历史 生下真人后 在大火上升 不过她却带着微笑说出 好孩子 我不怕火 我要回去成为你的妈妈 那深刻的台词 成就最让我们难以忘怀的画面 说不怕火 是为了不让真人 担心自己的痛苦 即使明知道会死 还要回去生下真人 满满都是对于孩子 无私的爱 是最纯粹丝毫没有掩饰的亲情 更是真人在下界崩塌后 绝对不想忘记的回忆 这一段真的太精彩 所以我就提前剧情来说 其实在离开下界前 有许多细节可以看见真人的成长 就当继母下子反常大吼说着 我最讨厌真人这个孩子 说实话这段 简直像是被别人附身一样 我想在战争中 思绪姐姐不只是悲伤 还要承受真人长期的人磨 又或是被下界影响 释放出最真实的情绪 最终真人却依旧想带下子逃出下界 于是第一次叫出下子妈妈 可能是为了哄骗 但也可能是真人成熟到 能理解继母为了家庭的努力 另外在过程中 真人曾经握着门把回到现实 看到的是 父亲奋不顾身 想要杀掉怪物来救自己 这一刻让我也有不少的感动 在面对灾难与分离 更能看见真实的情感 父亲不像过去 扎钱无弄全力的自满 在这一刻挥舞刀刃 眼里满师父爱打动真人 所以真人也才突破 最初的人物曲线 充满生命力大喊 要带回下子妈妈 苍鹿与少年 是一趟找寻自我 与接受死亡的冒险 在电影尾声 因为世界二战结束 一家人包括刚出生的弟弟 要回到东京 宫崎骏选择 以开放性结尾作为结束 却同时也象征着 真人人生的起点 虽然电影的最后 让许多人包含我 都被这突然的结束 有些惊讶到 就当还在消化 难以形容的情绪时 静静听着电影主题曲 《地球仪》 徐峰非常细腻动人 在上映之前 我就已经不断单曲循环 在还没看电影时 无法理解歌词的含义 不过看完电影之后 真心觉得 简直是完美诉说 真人从失去母亲的悲伤 找回了一步步 前进的力量 我个人觉得 刻用这两句话 归纳整部电影 在恶劣的环境中 选择善良的自我 从失去家人的悲伤中 继续前进 这也许就是82岁 宫崎骏的人生感触 当然还有许多人物 如他主与变年轻的物子 还有巨大基石与13块积木 结局时 昌鲁说 会慢慢忘记这些事就消失 各种看似隐含寓意 网路上已经有很多大神解析 想了解的观众 可以轻松找到 但我想那真挚情感 与人物的成长 或许才是宫崎骏 真正想要传达的故事 最后来聊一下 声优与画面的部分 苍鲁与少年配音员 都是知名的演员 如木村拓栽 与坚田降辉等等 并不像其他动漫 是聘请专业的声优 我想这个原因 应该就是制作组 想要呈现最自然 如同日常生活对话的口语 才会选择用 相对没那么多 配音经验的专业演员 另外苍鲁与少年 不是用主流超然特效 以及写实场景 但美目画面中 吃饭换衣服的人物动作 绝对是数一数二细腻的流畅 搭配90让的背景音乐 能看出宫崎骏的电影 没有妥协任何一个细节 用动画呈现出 最美丽的奇幻世界 所有人看都会因为 生长环境不同 激荡起不同的解读 即使一同进戏院的朋友 可能也有完全相反的感触 故事是少年真人 释怀母亲的死亡 又或是单纯异世界的梦境 都是属于每一个观众 自己的奇幻旅程 最后不晓得大家 看完电影有什么感想 不论觉得好不好看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假如觉得这部影片不错 欢迎按赞 或是留下超级感谢 对我来说 都是持续创作的动力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